你好 欢迎每天听本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对不起 我操控了你的大脑 本书的作者叫克里斯托弗·怀利 2013年他参与创办了一家数据分析公司 名叫剑桥分析 他担任研发总监 不久后他因为无法容忍公司的龌龊行为就退出了 后来怀利跟记者合作揭露了公司做的事 剑桥分析利用数据干扰了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的投票 利用开发出来的心理战工具操纵数百万民众的意见 媒体曝光后 客户跑光了 剑桥分析公司宣布启动破产程序 用工具操控民众的意见 听起来有点玄乎 但一定程度上人都会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很难有人是纯粹的理性思考者 举个例子 假设有一天上班路上有人拦住你问 你幸福吗 你可能会回答说 幸福啊 但如果他拦住你 先问你最近两年是不是长胖了 或者你的大学同学是不是比你挣钱多啊 然后再问你 你幸福吗 这个时候 人回答说幸福的概率就会降低 这个人用体重和金钱影响了你对自己人生的认知 尽管你什么都没有改变 你幸福还是不幸福 答案取决于哪个信息最先出现在你的思维过程中 在心理学这个现象叫做启动 就是说先前的信息对你随后的认知产生了影响 正向的或者负向的 剑桥分析公司就是这样启动他人的 这家公司的心理学家数据工程师老板和投资人都在琢磨怎么去启动一个人都在研究先传递哪些信息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感受信念和行为 这其实就是书名里的操控 把一个人当成数据 再把这些数据做大 剑桥分析公司就能化数据为武器 剑桥分析公司从社交媒体脸书那里弄来了大量用户数据 还在中北美洲和非洲进行操控他人头脑的项目 通过这本书 我们能够了解这家公司怎么操控他人头脑并从中获得警醒 比如看到他们如何给文化做定量分析 如何激发人们的愤怒 如何利用人们的认知偏差 如何激活人内心中恶的一面 我们会意识到 网络平台对普通人的了解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人们常常以为是自己在网络中做出各种决定 但他们并不知道网络背后藏着一双隐形的手在操控 这也正是作者怀利写这本书的目的 他揭露剑桥分析公司的所作所为 就是想要拉响警报 让人们了解互联网巨头的算法正在操控人的思想 人们身份和行为成为数据交易中的商品 这本书不仅讲述了剑桥分析操控他人的想法 还讲述了他们怎样利用他成立一家创业公司 获得投资又做出了哪些业绩 怀利在书里描述了剑桥分析的邪恶性 他相信剑桥分析的所作所为 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 也在英国脱欧的投票中做了手脚 但他其实没有十足的证据 他对剑桥分析的指控也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 不过读这本书能帮助我们认识到 剑桥分析的技术专家 心理学家 还有资本家 是如何把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成数据来思考和处理的 好 我对这本书的解读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来看看怀利的成长之路 剑桥分析公司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 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看 剑桥分析到底琢磨出了哪些套路来控制他人的大脑 怀利披露这些套路其实是在提醒人们 人很容易被算法操控 偏见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大 甚至会被激发出黑暗人格 避免被算法操控 首当其冲的就是先了解他如何运作 好 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怀利是个加拿大人 12岁时因为生病坐进了轮椅 13岁左右 他开始制作网页 建网站 学编程 稍大一点 他开始混迹黑客社区 他从黑客理念中学到 任何系统 不论是一台电脑还是一个网络 都有可能暴露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作为黑客 他知道每一个系统都有弱点在等着被人利用 经过治疗后 怀利摆脱了轮椅 还在加拿大一个政党那里 得到了一份技术员的工作 那时候社交媒体正在兴起 美国总统的竞选工作 会大量使用他们 怀利就被派去美国考察学习 有一家美国公司负责收集数据鼓励选民投票 怀利去那里考察了一番 开始学习使用一些基础软件包做数据处理 他当时相信科技向善 数据是一种向善的力量 能鼓励那些被遗忘的人去参与政治 考察结束后 他为加拿大那个政党写了一份报告 里面讲的都是技术 但加拿大那个政党对报告没啥兴趣 怀利就决定离开 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法律 2010年夏天 21岁的怀利在伦敦租了一间公寓 念书享受城市生活 而后他接到一个电话 是英国一个政党自由民主党打来的 他们听说怀利研究过竞选和数据库 就想听一听这个小伙子有何高见 自由民主党的办公室里贴着一张宣传口号 无人当被贫穷无知或从众盲从奴役 这句口号很对怀利的胃口 所以他又开始为这里工作 怀利一边上学一边工作 还结交了各种朋友 他认识了一个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 博士建议说 如果你想更深入的研究人格和投票行为的关系 就该用到人格五因素模型 这个模型把人格分成五个维度 然后评分 五个维度分别是开放性 尽责性 外向性 宜人性 和神经质 简单来说 尽责性得分高的人 学习成绩可能更好 开放性得分高的人 更可能成为创意人士 听上去很简单 但怀利说 人格五因素模型 在预测选民行为方面 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 后来 这个模型成为剑桥分析公司的核心理念 几年后 有人给怀利推荐了一份工作 他就去这家名叫SCL的公司应聘 SCL集团正是后来剑桥分析的母公司 而面试他的人名叫亚历山大尼克斯 是后来剑桥分析的总裁 面试那天 尼克斯向怀利介绍 公司的大多数业务都和英国军方情报部门有关 英国政府不好公开进行的活动 会交给这家私营公司来干 SCL集团会在东欧进行对抗俄罗斯的宣传 还在拉丁美洲开展反毒品计划 煽动那些重骨科的农民对抗毒销 怀利对尼克斯说 现在这套心理战做法跟撒传单没什么两样 公司要想发展 就应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构建算法 瞄准更确定的目标人群 当时 SCL集团正在做一个案例研究 他们把特里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当成目标 这个加勒比小国有130万人口 当地政府希望能预防犯罪 于是允许SCL读取这里的人口普查数据 电信公司也允许SCL能实时访问当地任何一个人的数据 SCL选取一个IP地址 就能发现这个人在网上的踪迹 尼克斯当时在SCL公司负责操控加勒比海地区 非洲和南亚一些国家的选举 他是个富二代 其实不需要上班 但他喜欢这里的工作 这给他一种高高在上的操控感 怀利看不上尼克斯的傲慢和势力 也看不上SCL缺乏道德感的商业行为 但他相信SCL仍然有许多好人 他所做的项目能够造福世界 于是还是留在这里 和心理学家数据工程师一起工作 监控他人影响和改变他人的思想 2013年10月 怀利见到了一个叫史蒂夫班农的美国人 向他演示SCL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项目 班农后来参与了美国总统的竞选工作 还进入白宫担任顾问 怀利调出地图 地图上逐渐出现一层荧光点 每个亮点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上面有他们的基本数据 怀利网上添加一个信息层 亮点就会越多 向外扩展 每个人的网络浏览历史就出现了 班农问怀利 你们整的这些东西能改变文化吗 怀利说 我们要做的是对文化进行定量分析 对文化进行测量 通过追踪测量分析 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否正在改变文化 比如可以先假定 意大利人都比较外向 然后通过网络监控 分析意大利用户的消费习惯 行为模式 这样就能识别出最外向的意大利人 列出来一份外向排名的名单 如果想让他们变得不那么外向 就要追踪他们 向他们传播定向的信息 一点一点的削弱外向人格 怀利还向班农解释了 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启动 要想改变文化 就要找到那些最容易被启动的人 然后再逐渐扩散 班农看完怀利的演示之后 很想让怀利把这套监控做法 用到美国人身上 于是建完班农后 怀利开始收集美国弗吉尼亚州居民的信息 他从一些私营机构那里购买数据 也会搜罗持枪证 钓鱼证 等个人资料 班农还对怀利 尼克斯等人许诺 有一个大金主 对他们的做法感兴趣 也许会投资2000万美元 当时 SEL的年度预算 也不过700万美元 到1000万美元 如果有2000万美元的投资 就能大展手脚 这个金主叫莫瑟 是个内向的工程师 有计算机博士学位 曾经在IBM工作过 后来他专心把技术手段都用在挣钱上 2013年11月 尼克斯带着怀利等人 飞赴纽约 面见投资人莫瑟 在莫瑟的家庭聚会上 尼克斯和怀利讲述了SEL的发展策略 莫瑟听得非常认真 在他的构想中 如果能在电脑上重建人类社会 输入的都是真人数据 那么就可以预测社会及市场的动向 如果能创建出这样一个人工社会 那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市场情报工具 班农和莫瑟的想法不尽相同 莫瑟想赚钱 班农想用在政治上 但两个人有相同的诉求 那就是用上帝视角来看待脸书 看待人们在网上的行为 以及他们在现实中的行为 聚会结束后 莫瑟决定投资SEL 他出资1500万美元 占股90% SEL出知识产权 占股10% 他们一起建立了剑桥分析公司 公司名里有剑桥 是因为剑桥听上去有知识分子气息 班农以知识分子自居 尼克斯曾向班农撒谎 说SEL集团在剑桥有办公室 但实际上这个办公室只是临时租用 里面的职员也都是临时雇来演戏的 尼克斯搞定了班农 班农搞定了投资 两个人分别出任剑桥分析公司的总裁和副总裁 怀利的心理学博士朋友 也进入剑桥分析公司工作 还介绍了几位剑桥心理学专业的教授 他们后来都参与了剑桥分析的工作 其中有两位教授曾经做过一个小程序 叫我的人格 供社交媒体的用户下载 这个小程序就是做心理测验的 用户完成测试之后 能获得一份自己的人格画像 人们热衷于做这些小测试 但做完就忘了 人们通常也不太在意 自己在网上做的测验 发表的评论 或者给谁点了个赞 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这些行为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被当作数据对待 2015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一个计算机模型可以通过脸书上的点赞数据 精准的预测人的行为 只要拿到某个人10个点赞数据 电脑模型对这个人的行为预测 会比他的同事还精准 如果有了一个人的150个点赞数据 预测准确率会比他的家人还高 如果有300个点赞数据 这个模型对他的了解会比他的配偶还要高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家人朋友同事 一般只能看到自己生活的某一方面 我们的某些行为会避开他们 不想受到他人关系的控制 所以电脑在判断人格方面是有一定优势的 做市场营销或者心理评估的 都很依赖把人当成数据来处理 把人当成数据来处理 这个趋势会改变个人隐私的概念 拿我的人格这个程序来说 一个用户下载用了这个程序 程序开发者就能掌握这个人极其好友的个人资料 脸书用户的平均好友数量超过了150个 如果1000个人用了这个程序 开发者就能拿到15万人的个人资料 200万人下载了这个程序 开发者就能拿到3亿份个人资料 就算去掉其中重合的人那也是一个庞大的数据集 此前ICL用过的最大数据集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130万人的个人档案 当剑桥分析公司获得投资之后 他们利用小程序和第三方机构 从脸书那里拿到了几千万份美国用户的数据集 当时尼尼利亚有一些富翁会批用剑桥分析来影响当地的大选 富翁们担心 如果一个名叫布哈里的穆斯林候选人在大选中当选 就会把石油勘探权收为国有 缩减这些富豪的裁员 为了毁掉布哈里 剑桥分析公司侵入了相关的邮箱和医院病例 挖掘对布哈里不利的信息 他们还向特定人群散播病毒小视频 视频中宣扬说 如果布哈里当选 就会在尼日利亚实施伊斯兰教法 而后播放了一连串惊悚的画面 怀利认为公司的行为太龌龊了 他实在忍受不了公司的所作所为 就离职了 2018年3月 卫报和纽约时报报道说 剑桥分析公司未经授权 访问了5000万份脸书用户的个人资料 还通过数据分析有针对性的影响选民 协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 这份报道其实准备了很久 记者在怀利的协助下 揭露了剑桥分析公司的所作所为 很快 剑桥分析和ICL宣布启动破产程序 脸书的CEO扎克伯格 接受美国国会的问询 最终脸书交纳了50亿美元左右的罚款 而怀利被脸书和旗下的照片墙软件 也就是Instagram列入黑名单 不许他使用这两种社交媒体 这就是剑桥分析这家公司 从创业到破产的过程 好 我们进入第二部分 来看看剑桥分析 琢磨出了哪些控制他人大脑的套路 剑桥分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 操控了别人的大脑 到底是否影响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 剑桥分析的总裁尼克斯 大肆宣扬自己公司的能耐 曾经向记者假扮的客户炫耀说 特朗普赢得选举剑桥分析功不可没 但是谁也无法证实 他们真的能改变别人的思想 操控了大选 技术专家对此也有不同的认识 有一本书叫被算法操控的生活 作者说 脸书的研究显示 跟那些没有接触过太多负面新闻的人相比 被负面新闻狂轰烂炸的人每个月会倾向于多发一个带负面色彩的词 这种影响实际上微不足道 我们回到今天这本书 怀利在2014年11月离开了剑桥分析 他有一些前同事的确为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的项目工作过 但怀利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让尼克斯或者班农受到惩罚 然而怀利对剑桥分析的指控 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警醒之处 一帮心理学家和数据专家琢磨怎么激发利用互联网上的黑暗面 怎么利用社交媒体和假新闻操控他人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想的 剑桥分析要做的第一条是 把政治正确界定为一种身份威胁 剑桥分析注意到 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困居贵重 怀利用这个词来描述很多白人男子的感受 这个群体特别是年纪较大的那部分人 从小就被灌输了一套观念 认为自己天生享有一定的社会特权 过去他们说话不必节制 可以表现出自己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厌女倾向 但社会变化了 在工作场所和女性性口调情 可能会被投诉失去工作 他们也不能张口就说黑人都如何低劣 这个群体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语言 不断纠正自己在公众面前的表现 有一些年轻的白人男子还组成了非自愿独身者社区 他们找不到高薪工作 对他们来说 受欢迎的男性形象越来越高不可及 要高薪 要身材管理的好 要尊重女性 这让他们内心充满愤怒 班农掌控剑桥分析之后 他要干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些人心中的仇恨和愤怒给勾出来 认为自己享有社会特权的白人男子 总会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关注程度 所以要想让他们感受到社交不适 就要向他们传播这样的信息 想象有一天 你身在美国 但没有一个美国人的名字 你念得出来 这个名字的发音难度有多大 你记不记得有人曾因念错了某个种族的名字 而受到嘲笑 剑桥分析要给这些人建立一个信念 种族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 少数族一拿走的东西越多 你能拿到的就越少 别人要是主张政治正确 你就无法发声 把政治正确界定为一种身份威胁 就会催发一种飞去来气效应 就是说 接触到跟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之后 我的偏见和信念反而会加强 比如一个名人发表了种族主义或厌女言论 就会获得支持者 当媒体抨击这个名人的言论 这些批评会更加坚定支持者的决心 他们把这种批评内化为对自己身份的威胁 剑桥分析要做的第二条是 强化认知偏差 有一个心理学术语叫公正世界假设 听起来不错 但它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 一个人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 如果有人发生了不幸 那一定是事出有因 因为宇宙是道德平衡的 世界是公正的 随机的不幸事件不会降临到无辜者头上 如果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 那受害者肯定也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表现出公正世界假设偏差的人更倾向于责怪受害者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找理由责怪受害者能起到心理上的预防作用 帮助他们克服不可控的环境威胁所引发的焦虑 同时还能安慰他们 让他们觉得自己将会受到公正待遇 剑桥分析发现公正世界假设跟种族偏见的关系最相关 在美国很多白人比黑人富裕 文化程度比黑人高 相信公正世界假设的人认为 造成这种社会和经济差距的原因要怪黑人自己 后者明明有那么多时间条件可以迎头赶上 可就是扶不起来 针对这些人 剑桥分析会推送相关的叙事 强化他们的观念 剑桥分析要做的第三条是煽动黑暗三人格 所谓的黑暗三人格 其中一个是自恋 极端以自我为中心 另一个是马基亚维利主义 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无情的利己主义 最后一个是情感抽离 不能跟人产生共情 一般来说 黑暗三人格都属于对社会适用不良 有这类人格障碍的人 更可能做出反社会的行为 脸书算法上有一个特别的属性 如果一个人关注了大家都喜欢的电视剧 收到的新闻推送没什么变化 但如果他点赞了某个极端团体的帖子 算法就会把他和其他用户区别开来 此后推荐隐情会优先给这个人 推送一些极端话题 给他一些量身制作的新闻 脸书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用户的参与度 对于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来说 用户参与度提升是一个重要的运营指标 参与度越高 看到广告的时间就越长 社交媒体极度倚重用户参与度的提升 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利用一个人的弱点 所以抓人眼球的内容 要么是恐怖的 要么就是让人发怒的 这是为什么呢 净化心理学家认为 人类要生存下去 对潜在威胁的关注度非常高 这是人的本性 所以社交媒体特别喜欢激发人的不确定性 吓唬人可以变成一种生意 当然光吓唬可不够 社交媒体还要给人建立期待 给一些奖励机制 吊起人的胃口 又让其捉摸不定 再给一些肤浅的娱乐 2014年夏天 剑桥分析公司开始在脸书上投放虚假信息 创立一些群组 在这些群组中 他们会发布能进一步煽动和激怒用户的内容 等到群组到达一定规模 再组织线下活动 让这些人能交流彼此的偏执和恐惧 剑桥分析观察到 当人们发怒时 对完整理性的解释就没有多少需求了 愤怒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态 人一旦愤怒就想惩罚他人 迁怒于人 这是特别常见的心理现象 特别是迁怒于自己群体之外的人 发怒的人会低估不良后果的风险 换句话说 一个人被激发起怒气 就更容易被操控 好 这就是第二部分的内容 剑桥分析要找到那些受政治正确所困的美国人 让他们意识到 政治正确是一种身份威胁 剑桥分析要强化人们的认知偏差 激发黑暗三人格 好 对不起 我操控了你的大脑的精华内容 已经被你解读完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的知识要点 第一 本书作者怀利在2013年加入SEL公司 当年10月见到了班农 11月获得大富翁墨色的投资 SEL成为剑桥分析的母公司 剑桥分析从脸书获得了数千万人的数据 利用假新闻 假网站和群组活动来干扰用户的头脑 左右他们的判断 剑桥分析的总裁尼克斯 投资人莫瑟都把云云众生当做数据看待 喜欢高高在上的操控感 第二 新闻媒体揭露了剑桥分析和SEL的行为后 两家公司启动了破产程序 公司发言人坚称他们没有违法 但公司行为被媒体曝光后 客户都跑掉了 剑桥分析到底如何干预了美国大选 如何操控了英国脱欧 这本书语言不详 但怀利对公司非法获得数据 肮脏的心理战工具都做出了有力的指控 第三 剑桥分析注意到 许多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困居贵重 原来的优越感不复存在 他们要干的就是把这些人心中的仇恨和愤怒给勾出来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不适受到了政治正确的限制 剑桥分析要让他们建立一个信念 种族关系是一场零和博弈 少数族裔拿走的东西越多 白人能拿到的就越少 别人主张政治正确自己就无法发声 他们把政治正确界定为一种身份威胁 剑桥分析要做的是 强化特定人群的认知偏差 煽动其黑暗三人格 第四怀里的这本书能提醒人们 人很容易受到操控 我们根据可利用的信息做判断 但信息都是中转间接获得的 偏见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内容都是被算法挑选过的 我们需要知道算法的动机是吸引我们 要我们提供参与度 而不是给我们一起的 算法无处不在的时代 我们该怎么避免被操控呢 我想跟你分享一下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 他在今日简史这本书里说 技术是中性的 如果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它能帮你达成目标 如果你不知道想要什么 就很容易被技术控制 由它来为你塑造目标 赫拉利给出的建议很简单 那就是认识你自己 不再跟着感觉走 而是了解自己最深层的情绪和欲望 了解自己想要达成的人生目标 跑在网络巨头和算法的前面 先认识自己 保留对自己对人生的控制权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